重新的混音 接下來這一關叫做classes 應該就是要把前面一關class的介紹 然後再重新操作一遍 所以這邊在做的事情 比如說前面有說到class 是一個類別 object 是一個東西 它是從這個類別建立出來的實體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說 object 或者是那個 喔不對講錯了 這邊說的 object 是一個最最基本的實體 就是最最高級的類別 所以任何 class 它都可以繼承於 object 這個東西 好 所以這邊這個class是這樣 那我們就來直接做 class 然後它叫car pass 然後接下來 這就是 my car 等於 car 然後第三個叫 member variable 所以在這個 member variable 變一個叫 condition 對於 new 然後要呼叫這個 member variable 的話 就是 my car 然後要print 然後接下來是 imit imit 的話 所以要 define 一個 function 然後我這邊要記得要加一個 self 然後這個 self 它有什麼呢 它就是 car model color 還有 mpg 這個是 這個是這台車的基本資料 然後 然後 那你這邊傳的東西 你就要把它記下來 所以通常會寫 self.model 等於 model self.color 等於 color mpg mpg 然後接下來在建立這個 card的時候 其實就把這些資料傳進來 所以就是 model 等於這個 這樣 我們先把這個 打開 這個 能不能把這個 所以這一關就是這樣子 然後記得他這邊有說一個就是 你在Create Instance的時候 你這邊不用再寫self 對於 對Python來說這個self會自動加進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練習print model 所以要print my car.model color tg 然後接下來要 class method就是在裡面定一個function 然後這邊的function叫做display car 就define display car 然後他一定會有self 那他要幹嘛咧? 他是return一個string 就是這個 所以這是要return 這個string 那這邊 這個 印這個數字的方法 就是有幾種 一種是用加的就是 一種是這樣寫就是 寫在這好了 你可以講 this is 然後 這是一個字串 然後 加 color 然後加 model 就是你一個用架法把它加起來 然後另外一種是 用百分號 就是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就是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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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這邊percent完以後 你要再加一個 類似這樣的東西 然後把數字傳進來 所以這邊應該是self.model self 點color color color先 這邊 第一個是color 所以這邊要寫 colr model 然後第三個是 mpg 這個語法我不是很熟 所以我不確定到底是不是這樣寫 先試試看 然後沒有呼叫到他 再來一下 所以他說要把這個 這個 這三行都刪掉 然後直接print my car 點 display car 好 這邊出問題了 那 出問題的話就 來查查看要怎麼樣 怎麼樣寫 這個 就是百分比s 百分比s 然後括號 這個 就是百分比s 所以這邊應該不是百分號 是百分比s 百分比s 然後如果是數字的話 應該就是百分比d 好 所以這樣就對了 所以第一個string就會取這個color 所以這是一個silver的 delorean with 88 miles per gallon 然後接下來是 把這個裡面的參數改掉 這前面有做過 所以說 drive car 所以define drive car 然後所以self.self 那這個function 他說這個function 他的功能是 set self.condition to used 所以這個self.condition 就會變成used 二手車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動作是把這一行刪掉 那他 現在我只要印這個condition就好 所以你可以預期的就是 你在這邊印出來應該是new 因為都還沒有 還沒有執行到這一行 接下來就是drive car 所以應該就是mycar.drive 所以執行完這一行以後 你再印一次這個condition 他應該就會印出used 所以一開始是新的 然後開過就變用過的 然後接下來 這個是計程 所以有一個 新的class 叫做電動車 所以class 然後他的繼承於car 這樣 然後他的init 所以就是要defineinit 然後self 然後他這邊要的這個叫battery type 然後另外他是說in addition to model color and mpg 所以除了這三個以外 這三個以外 我還要再加in addition to battery type 這句話意思是這樣 就是除了這三個 然後再多一個電動車的 然後接下來 不知道要幹嘛 不知道要幹嘛 先pass 然後 multant salt battery type 所以接下來沒有要幹嘛 就是 建立一個叫 my car 等於 electric car 然後 前三個隨便你寫 所以比如說 Silver model model是什麼 Toyota好了 這個 這個隨便打100 然後他第四個他要有一個叫multant salt 融化的鹽 然後這個 第四個就是這個battery type 他的參數 然後 就這樣 把 my car does not have a member variable 所以這邊要這樣 就是 除了這個 前三個以外 應該要再加一個sale 應該是這樣子吧 然後現在的問題變成這個 第27行 好 所以這關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個 drive car 那如果是 在electric car裡面的話 他希望說你要define drive car 然後他 這個drive car 他的功能 會是把這個sale 他原本是 condition 要把它改成這個sale.condition 等於 like new 原本是used 然後跟new 那如果是電動車的話 就是跟新的一樣 那接下來在這個外面 就是print print print condition 所以是 my car 這個很類似 跟前面很像 點 然後 然後接下來應該就是要開它 所以是 my car 點 drive drive car 然後下面再把它印一次吧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全部自己寫 那這邊要寫一個叫做 point3d 個class 那它繼承於 object 那這邊要定義一個 function 叫nit t 然後它接受的就是self 然後xyz xyz xyz 然後他們就是self.x x yy z 接下來要定義一個 function 叫repr 這個你可以 它其實就是representation 表示法 所以repr 應該也是要self 那它要return一個東西 叫做 這個 那 這你可以知道就是它是會有三個 數字 然後把它用刮號刮起來 那這三個數字剛好就是self.x self.y self.z 所以這是表示這個representation的方法 是這樣 所以這個class就是這樣而已 那接下來就是要定義一個point 這是你建立的一個新的點 那這個點它是一個 is a point in 3d 那比如說它叫x.1 y.2 z.3 然後接下來就是print mypoint 所以這樣應該就會印出一個 1.2.3 然後外面有一個括號 1 哪裡錯了 mypoint string type not print mypoint 嗯 喔我知道 因為這邊要return 因為 這repr 這樣是什麼都沒做 所以應該要return一個東西 所以這樣就是 intro1.2.2.3 那這邊 這邊要講的就是這個representation 所以你現在要是有一個 有點複雜的class的話 如果你想要把它印出來 那要怎麼樣表示它是 比較 對你自己來說比較好看 他要講的就是這個 比如說你這個 這個function有 呃 這是一個1000x1000的矩陣好了 假設你有一個class是這樣 它是一個超大的矩陣 那 你不可能把這1000x1000的數字都把它印出來 所以你要 你可以自己定義一個representation的function 比如說我只要印出 左上角那 100x100 或者是中間那100x100 就是你可以自己定義這個 當你哭叫了print的時候 欸 python要怎麼幫你做事 所以這邊原本它定義是一個 括號 然後數字都點 數字都點 數字 括號 那 那 比如說你不高興的話 或者是你就可以把它改成這個 減 比如說我用減法來代替 那 這樣子 印出來的話就是 1 減2 減3 你看 就是你這個點就可以變成這樣 所以你要是 你這邊你可以自己改改成一個比較適合你想看的情況 那這是這個repr這個function 那 這個repr其實它是一個很特別的function 它是 就是 所有的object都 都應該有這個repr的功能 所以 呃 你可以很放心的把它override 就是把它蓋過去 那 其實還有一些 呃 就是這個code kevin沒有講的 比如說這個 底線底線 也有一個 底線底線 這個function它的意思是 長度 就是我們平常在呼叫那個 比如說 len 然後 一個名字這樣 所以 你呼叫這個東西就會 會有6 那其實這邊會是出現6的原因 是因為 它其實也是一個object 假設你用這個 假設你在這邊做事情 然後 比如說x是一個字串 所以x是一個字串 那你可以打 就是在這個ipython的環境 你可以打dirx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x裡面 它的function有這麼多 那 這些後面就不要看 這些就是一些 呃 這就是x 這個 所有的function 那後面先不要看 你就要看前面這個 所以前面你會看到什麼 底線底線add 或是底線底線class 那這個前後都是底線底線開頭 這個東西啊 就是 python的特別的function 所以 其中有一個 叫 len 所以 底線底線len 它的功能其實就是 要是說 x點 跟 底線 它功能其實就是在計算它的長度 那 這個底線底線len 其實就是這個 還有x 這是一樣的 所以比如說你在這邊你也可以定義 什麼是這個點的長度 或是這筆資料的長度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 用這個 比如說 你可以自己定義len 那它是 self.x的平方 加 我們可以定義說這個點的長度 代表 它到原點的距離 比如說我們要寫這樣 所以這個是你可以自己定義的 然後外面再開個更號之類的 所以我們可以定義說 就是多一個function 它是定義說 這個 你定義的這個object123 它到原點的距離是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就寫一個叫print 然後 oh my point 的len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自己定義一個的 length len這個function 哪裡錯了 integer is required 忘記了 return 所以它這邊就是return一個3 所以什麼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就是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 呃 這邊有對嗎 我不確定 他是mypoint點 這樣再跑一遍 所以你要輸掉這個底線底線L1N 底線底線的時候 就會是這個 從這個點 123 然後到原點的距離 就是這個3.74 這樣 所以這一關就應該就到這邊沒了 ok